小小的脚起了严重的水泡 孩子得了肠病毒 家长更要随时注意 有没有出现嗜睡 肌肉抽搐 持续呕吐 呼吸心跳加快等等的重症病征 最典型的临床的症状 就是泡疹性的咽夹炎 那另外一个就是手口足症 就在我们的手掌脚掌跟嘴巴里面有水泡 整体来讲是以手口足症 它产生重症的几率比较高 肠病毒会导致喉咙有水泡伤口 造成吞咽困难食欲不振 这时候中医师也建议 可以服用绿豆一人汤 一人汤加点冰糖 那煮了之后 只要喝那个汤的部分 那放凉之后能够缓解咽喉的疼痛 那也能够补充这个糖分 预防肠病毒平常也可以喝 加入的金银花 甘草 脸翘 板栏根 薄荷 鱼心草等等 制成清热解毒的金银花茶 还可以按摩穴位来保健 糖病毒来说中医认为这是一个 所谓的风 热 血 这些的致病原因造成的 所以常常按这个风持续的话 就能够有一个预防风寒 预防风血来 入侵我们身体的一个效果 确实要洗干净哦 不过每年流行的病毒形态都不太一样 要落实预防除了勤洗手 更要注意出入公众场合的卫生 才能避免肠病毒来找查 大家新闻 花莲综合报道